哟 征婚呀 什么条件 五年前 俺娘说 勤快孝顺的就行 三年前 俺娘说 不下不缺的就行 去年 俺娘说 下雨知道往家跑的就行 今年 俺娘说 是个母的就行 哎呦 你们 请问大师 清明节上坟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人戴着口罩 混得不好 没脸见祖宗啊 大师 我发现人在饥饿的时候 只有一个烦恼 可一旦吃饱了 就会有无数的烦恼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吃饱了撑的 如果有个富婆出一百万包养你 你干不干 不干 五百万呢 不干 一千万呢 不干 一千万你都不干 那多少钱你才肯干 三百五百的害羞 什么百万千万 肯定是假的 哎呦 你们 我喜欢浪费钱 可是我没钱 我只好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浪费时间就是在拖延 你表面看到我是在拖延 其实我是在炫富 还有什么 问你个问题啊 当你在河里快抓到一条鱼时 你老婆突然掉河里了 这时候你是先抓鱼呢 还是先救你老婆呢 当然是先抓鱼了 为什么 老婆又跑不了 那鱼可不等你 哎呀 过个年我胖了三斤 过年要是不胖是几斤 你对得起死去的猪吗 对得起为你献身的鸡牙鱼羊吗 哎呦 你们 大师 我想祈求上天赐我一对翅膀 为什么 我想成为天使 有翅膀那不一定是天使 那还有什么 还有鸟人 哎呦 你们 大师 他们都说我脸大 烦死了 没文化 真可怕 那要您会怎么说 这叫宽容 你给我介绍的什么男朋友啊 明明穷的叮当小 你还跟我说是富二代 没错啊 一副车代 二副房代 富二代 哎呦 你们 哎 我这朵鲜花插在了你这个牛分上 我可被你骗惨了 我咋骗你了 当初你说只要我嫁给你 结婚第一年送我卡燕 三年内送我幻影 要不然我会嫁给你啊 这不都兑现了吗 你兑现啥了 儿子叫卡燕 闺女叫幻影 这不都是我送给你的吗 哎呦 你们 啊 昨天我从你店里买了一盆寒胸草 回来以后怎么扒拉它都不收缩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可能是你买的那颗 它不要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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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